羊村繪本案提堂工會成員戴著羊面具聲援 口評稿公布公社科文憑市的樣本試卷 鄭州商王里知道多少 經廣隧道幾百架車被淹沒 河北寒丹都被洪水襲擊戴橋倒塌 美國雲端服務故障全球大量網站輕機 美國政府對古巴實施新的制裁 拜登說只是一個開始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7月23號星期五 歡迎大家收看大紀元的新聞7點鐘 我是Zach 我們先看第一單新聞 言語治療師總工會吳明理事 因為發佈羊村兒童繪本 昨日被警方國安處拘捕 今天下午工會主席黎文寧和副主席楊逸義 在西九龍法院提堂被控刑事罪行條例 串謀發佈分發展示或複製煽動康物罪 國安法指定法官蘇維德拒絕兩人的保釋申請 然後案件至8月30日再訊 有職工盟成員在法院外 手持羊面具聲援被捕的言語治療師總工會成員 職工盟表示 羊村繪本案是香港第一單兒童語言故事入罪的案件 影響創作和工會活動的自由 控罪說兩個人在2020年6月4日至2021年7月22日 在香港處謀他人刊印、發布、分發、展示或複製煽動康物 包括羊村守衛者、羊村十二勇士和羊村青道夫 意圖引起憎恨或藐視香港政府或激起對其離判 引起對香港司法的憎恨、藐視或激起對其離判 先說他人使用暴力及或喪屎他人不守法或不服從合法命令 前年10月5日金蒙面法落實 多區爆發示威、反對立法 社運人士古思堯被控在當日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成 判囚5個月他今早在赤柱監獄營滿出獄 社民連的陳寶瑩等人都長迎接他 今早9點50分左右 古思堯離開赤柱監獄 他精神狀態良好和其他社民連人士首持一張 人權高於政權和平示威無罪的橫額 高暗釋放所有政治犯和平集會無罪等口號 入行有數名警員戒備 古思堯表示中共政府不是人民授權和人民選舉而產生 重新結束一黨專政打倒共產黨 他又指《國安法》是用來鬥誇鬥臭鬥死民主派人士 令香港社會陷入白色恐怖 他對此感到憤怒 認為不少香港人因忍受不了《國安法》的打擊而自殺 並強調會繼續作為民主鬥士 以違反《國安法》和中共政府抗爭 古思堯提到今次他去第11次入獄 不過他相信不會是最後一次 會有第12乃至第15次 他指今次只是入獄5個月 相比起其他因講真話而被判監10年8年的民主人士 或記者5個月時間微不足到 他會以中國大陸的人權律師和梁森犯作榜樣繼續抗爭 古思堯和黃之鋒因前年10月 反對禁蒙面法立法的示威 被控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等罪 兩人分別被判5個月和4個月 古思堯當時表示 坐牢是我生命一部分 我屢戰屢敗 下次我會故意違反《國安法》 特首林鄭月娥今天出席一個電台英文節目 她表示到現在都不認為推動修訂逃犯條例是錯誤 又反問香港失去了什麼自由 林鄭月娥今天表示 《國安法》落實之後 國際上出現很多留言和猜測 她反駁指在國家支持之下 社會穩定經濟得以反彈 她又反問香港因為《國安法》失去了什麼自由 說自己作為行政長官每天都受到批評 代表香港仍然有言論自由 林鄭仲說警方在《反修例》運動開始之後 受到不公平的對待 又說同情示威者和警方對立的人都欠警隊一個道歉 林鄭承認政府對《逃犯條例》修訂的解說有不足 但強調自己到現在不認為推動修訂《逃犯條例》是錯誤的 主持人說她曾經承認《反修例》風波由她引起 林鄭說這是內部回應的內容 認為媒體不應該報導 主持人指內容涉及公眾利益 透明度也沒有違法 為什麼不應該報導 林鄭就說或者要為此立一條新的法例 林鄭還說1997年後出生的青年對國家有強烈反感 她認為《反修例》運動期間 示威者有大量裝備是與外國勢力有關 但主持人問她這些說法有什麼證據的時候 她就以案件已經進入司法程序為由拒絕回應 教育局早前宣布 四大核心科目之一的通識科 會被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即公社科取代 考評局今日公布 公社科中學文憑史《樣本事卷》有三條考題 事卷著名2024年起文憑史適用 根據考評局提供的樣本事卷 事卷有三條題目 分別關於公共衛生、國安法和大灣區發展 事卷原集通識科的做法 分為資料冊和試題答題簿 事卷的題目類型 包括多項選擇題、短題目、短文章式問題、長文回答等等 全卷都屬於必答題 不過與通識科不同的是 公社科的題目大多要求考申支持政府政策 例如關於國安法的題目當中 事卷要求考申提供資料 釋除部分人士對國安法的疑慮 由要求考申說明學校教育 培養香港青少年國家觀念的重要性 而關於大灣區發展的題目 事卷就要求考申由香港貿易發展局的角度 建議外國手機企業如何利用大灣區的優勢營商 今年的東京奧運 在香港時間今晚7點舉行開幕禮 港隊賽事將獲全數轉播 今日港台節目千禧年代當中 體育專員楊德強表示 政府扣入奧運轉播權 給五間電視台免費播放 港隊賽事將會全數轉播 而且有五間電視台轉播 覆蓋比以前闊很多 他認為這樣有助於市民 更加認識本港運動員和推廣體育發展 在當地的奧運香港代表團團長貝君奇表示 代表團抵達日本之後 檢疫過程繁複 最終用了三個多鐘才入隊去奧運村 他表示在選手村裡 運動員每天要量體溫和保持社交距離等等 減少與其他人接觸 都要小心做好防疫措施 他說只要大家小心點 無需太憂慮 早前有多名選手確診 會君奇指 大會對於如果有運動員確診 和何謂密切接觸者都有指引 他舉例說 三名南非足球員確診 除了有關選手不可參賽之外 南非足球隊仍可繼續參賽 不是有個別選手確診 就整個代表隊停賽 雖然東京奧運今晚才開幕 但已經有各類預賽比賽 22歲的洪詠欣 今早為港隊打頭針 出戰女子丹人商長賽事 他向第三組分組賽排第四 將會進入復活賽 爭取晉級 賽事今早在海之深水上競技場舉行 洪詠欣在初賽第三組分組賽出場 同組零有四人 只要進入前三名就可以晉升半決賽 為最終成績8分17秒79無緣前三 洪詠欣賽後坦然比賽中段 因緊張未留表現理想 今晚將放棄出席奧運開幕典禮 專心備戰爭取名組復活賽晉級 香港動漫節由今日起 一年四日在灣仔會展舉行 今日在一號展館開幕 今次活動有超過500個參展商參展 包括Bandai、Xbox Series X、Roboduo等 而數碼港則提供5G遙控車試玩 及懷舊遊戲主機時光隧道展區 隨展覽、展會更有Cosplay加年華、 電競大賽、舞台表演等活動 如首次登陸香港的潮巨章藝術玩具展 其中有以經典動漫人物大力水手作為設計主軸的大力水手 度身訂造藝術展 有超過20件作品展出 展會也舉辦多個節目及比賽 包括動漫Cosplay大賽2021 2021香港原創漫畫新星大賽9 主辦方昨天在社交媒體宣布 因食環局突然為展覽場地設限 場館只能維持50%的容納量 並呼籲觀眾入場後兩個半小時後離場 主辦方對此表示抱歉 措施引起不少網民不滿 指時間根本不足夠 不過根據香港動漫電玩節上傳的 排隊龍美位置圖顯示 今日動漫節依然大排長落 人龍一度繞過英軍中心、海港中心及瑞吉酒店 國泰航空旗下的廉航香港快運 今天宣布在8月23日和26日起 將會營運香港至台北 以及香港至高雄兩條航線 連同目前香港往來台中的直航服務 香港快運即將可以直飛台灣的北中南三地 香港快運的官網顯示 8月23日第一班香港飛往台北的航班 票價為1,128元 一班航班在當日下午3點55分起飛 預計在下午5點55分抵達台北 8月26日第一班香港飛往高雄的航班 票價為1,028元 在當日上午10點50分起飛 在中午52點20分抵達高雄 乘客若果另外加20公斤機艙行李需要付260元 香港快運表示將會繼續實施健康和安全防護措施 包括機艙清潔和社交距離等 同時要求旅客在整個飛行旅程都需要戴口罩 同時建議前往台北和高雄的旅客 留意當地的入境要求 包括在抵捕前後的病毒檢測安排 強制檢疫和低交申報表等的規則 香港快運行政總裁吳傑文表示 公司一直尋找新方向 為旅客提供相宜的票價和便利的出遊選擇 並且表示即使現時疫情持續 也會繼續以保障旅客的安全和健康為己任 等旅客出遊時可以安枕無憂 河南鄭州發生罕見大洪水 很急的洪水衝走行人和車輛 造成大量人死傷和失蹤 現在大水退了 街頭一片狼藉 問中上傳的影片顯示 街頭、地鐵站等地方都出現屍體慘不忍道 22日中共官方聲稱暴雨引發的災難 造成河南全省33人死亡 失蹤8人 其中12人死於鄭州地鐵5號線 但是鄭州民眾揭露 除了地鐵5號線更大的災難是在京廣隧道 多名市民在網上披露 長達4公里的鄭州京廣隧道 共有6個車道 在暴雨的時候 裡面塞滿了車 短短幾分鐘就被浸平了 但是官方沒有任何救援 直到7月22日上午8點 才開始抽水 一名鄭州的志願者在網上發帖說 鄭州有幾條隧道和一條地鐵被灌水 只是經廣隧道被水塞在裡面的車 至少有幾百架 上千人 自救出來的寥寥無幾 被困被沖走的難以統計 他自己保守估計 死亡和失蹤的人數在4位數字以上 民眾上傳的現場影片顯示 露出水面的車輛堆滿了隧道口 還有部分隧道仍然在水面之下 而這些車輛據說都有人 還有被打鬧起的屍體擺在路上 目前官方已經封鎖了現場 阻止民眾向外傳遞更多真相 鄭州市區水災情況危機頻頻傳出 附近鄉村受災情況都很嚴重 根據知情人士消息 營養市有一家人房屋被泥塞漏了 一家九口下落不明 但村民求救的影片就被人block了 河南發生大洪災 除了鄭州市區災情慘重之外 周邊鄉村受災情況也很嚴重 據知情人士向《大紀元》記者表示 據認識的一位朋友親戚就住在 在災難來襲之前曾發出求救的影片 但幾小時後 這個影片在微博已經被屏蔽 此外有網民傳出 黃中店村一戶人家的房屋倒塌 一對母女被困在屋裡 孩子才4個月大 正在等待救援 直至到7月21日中午12時 這對母女仍然處於失戀的狀態 據知情人士表示 目前黃中店村的公路已經被沖毀 房屋倒塌 通訊設施被毀 處於停電斷網的狀態 記者無法進一步得知村民的實際情況 7月20日有網民在網上發消息表示 營陽市似水鎮老君堂村 西營村 東河南村 雨水已經去到二樓 急需營救 110119占先無法接通 營陽市似水鎮老君堂村水曼屋頂 有80多歲的老人和8歲的小孩等待救援 現在 雄南鄭州的洪水還未完全消退 但大暴雨已繼續不上 撲到河北省 導致22號 杭丹市下核多個村莊 因特大暴雨來襲而受災 河北省氣象局發出暴雨紅色預警和地質災害 對中國大陸媒體報導 當地時間7月22號清晨5時 河北省氣象台發出暴雨紅色預警聲稱 目前寒丹中西部 營臺中西部 石家莊南部 和西部軍議出現大暴雨 都特大暴雨 預計上述地區的降雨仍將持續到當日的中午 過程累積雨量可達200至300毫米 個別地點380毫米以上 數小時後 河北省氣象台再次於上午9時29分發布暴雨紅色預警 將順述地區的累積雨量最高值調整為420毫米以上 與此同時 河北省水利廳、河北省氣象局等相關單位發布 山紅災害氣象預警及地質災害氣象預警 影片顯示22號早上河北寒丹地區的一些村莊有大暴雨來疾 引發洪水災害 有村民在房頂等待救護 也有些村莊洪水的水位甚至淹置房頂 有大橋跨踏 廣東省珠海市政府 星期四確認在興業快線石井山隧道的事故當中 失去聯絡的14名工程人員已經全部離難 7月22號救護人員確認了最後一名遇難者 加上此前發現的13人 全部14名受困失聯的施工人員為體已全部找到 珠海市政府當日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了簡短的聲明 但並未有說明發生透水事故的原因 和離難者死亡的原因 7月15號珠海輕易快線石井山隧道發生透水事故 美聯社在報導中聲稱 事發時有人聽到異常的聲響並有碎片落下 隨後水就湧了下來 有14個人來不及撤離而被困在隧道中 雖然隧道上方就是一個水庫 但目前仍不知道透水事故是否與水庫有關 南京機場出現清潔人員確診個案 7月22號官方說有13宗確診個案 由於機場是人流密集的地方 有民眾質疑官方公佈太少消息 另外有民眾爆料 這些確診者都接種過過產疫苗 但仍然受感染的 7月22號下午南京市通報 全市共診斷出13例確診病例 前一天南京市官方稱 共發現17例陽性患者 都是南京六口機場的清潔人員 在這個機場每個星期 來行篩查時發現的 目前這波疫情的源頭還未清楚 由於官方連日公佈的消息非常有限 有民眾在微博質疑 在這裡玩什麼文字遊戲呢? 所以這幾天到底多少人確診呢? 官方數據為什麼還未出來? 出來的又看不明白 到底是否德爾塔病毒 還未有說法 南京市民連夜排隊做核酸檢測 有民眾在微博透露 檢測現場大排長龍 有些地方現場混亂 吵架打架 差點發生踩踏 目前南京市高寧區六口街道 謝川社區、白雲路社區 石念村、栗水區、石秋街道九塘行政村 無家虛自然村 由低風險地區調整為中風險地區 六口街道為風控地區 六口酒店工作人員表示 該酒店得到的唯一通知就是等機場官方通知 這次疫情爆發前 南京市曾有大規模進行過國產疫苗接種 而機場員工也屬於優先接種人群 有網友爆料說 這次南京機場被查出的17人 帶有印度變異株Delta 這些人都曾打過國產疫苗 西衛組織秘書長譚德塞 在上星期公開提出 應該要對武漢病毒所洩漏病毒的可能性 進行獨立調查 在星期四中共政府直接拒絕了 上星期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塞 公開敦促中國提高透明度 更多地配合世衛第二階段病毒溯源調查 包括調查武漢相關實驗室 研究機構和市場 7月22日 中共國家衛健委副主任鄭奕鑫 拒絕了國際社會對武漢實驗室 洩露病毒可能性的調查要求 對於中共政府的表態 白宮積除作出回應 普薩基表示 世衛第一階段調查 並未從中國獲得必要的訪問權限和數據 美國總統拜登5月26日下令情報機構 在90日內提交中共病毒起源調查報告 之前已經有大量的相關證據被曝光 隨後國際社會要求到武漢 進行第二次調查的呼聲越來越高 調查重點之一 包括武漢病毒所是否改造了病毒 令它能夠感染人類 中共國家衛健委副主任曾奕鑫 在星期四的記者會上 不僅否認武漢病毒所進行了病毒功能增益的研究 也否認武漢病毒所擁有直接能夠感染人類的病毒 不過前美國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爾德 曾經多次公開表示 新冠病毒很可能是經過實驗室改造的病毒 他給出專業的分析 如果病毒是從動物直接傳染給人 傳播速度不會那麼快 而且目前沒有發現動物和人之間傳染的中間宿主 前白空新冠病毒測試專家吉羅爾日前也對媒體表示 對於武漢病毒所是否進行了病毒改造 令它能夠感染人類的疑問 值得去研究調查 針對古巴共產黨政權增壓國內抗議民眾的做法 美國政府是星期四宣布了新的制裁 週四7月22日受到美國制裁的是 古巴革命武裝力量部部長阿爾瓦羅·佩斯·米耶賴 和提訴古巴內政部的國家特種大隊 美國總統拜登在當日發表的書面聲明中說 新制裁的目標是對今次鎮壓負有責任的古巴政權成員 古巴軍方負責人和推動鎮壓的古巴內政部部門 讓他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而這只是一個開始 美國將會繼續制裁對壓迫古巴人民負有責任的個人 美國財政部就在聲明中表示 除了當日的新制裁之外 外國資產管制辦公室 將會繼續執行對古巴的全面制裁 禁止美國人以及美國人擁有或控制的實體 從事有助於維持古巴政權的交易或提供服務 7月11日 古巴當局開始對反對共產極權的抗議民眾進行鎮壓 幾百人被捕 多人下落不明 很多人不僅受到嚴刑敲打 還遭受到當局任意起訴 但卻得不到正當的辯護 美國雲端服務商阿卡麥出現技術故障 包括美聯署微軟在內的大批客戶網站輕鎖機 7月22日上午大批擁有眾多用戶的網站無法被訪問 包括美聯署、微軟、達美航空在內的多家網站 出現加載緩慢或DNS故障 隨後提供域名和雲端服務的內容分發網站服務商阿卡麥技術公司 通過推特宣布服務中斷將會很快對故障進行收復 阿卡麥公司表示 在一項軟件配置更新 導致DNS系統出現錯誤 令到一些客戶的網站服務中斷和網絡攻擊無關 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說 最近一個週末 美國邊境巡邏人員在德州的邊境 逮捕了這個財政年度 到目前為止最大的一個非法移民組織 邊境保護局聲明說 邊境人員17號在里奧格蘭德河谷地區 逮捕了一個298人的群體 他們非法進入美國後 沿著附近一條牧場道路向北行進 這是今年大捕的一個最大規模的非法移民團體 在一個星期內 這個地區總共拘留了超過1萬5千名非法移民 另外今年6月海關和邊境保護局 在南部邊境查獲的鴉片類藥物分泰尼也大量增加 比上一財政年度高出78% 這是自去年12月以來的最高輯獲量 比5月增加了12% 突顯邊境危機 剛剛我不是提到過 日本東京奧運會今晚開幕的 不過奧運會開幕典禮導演 小林賢泰郎 就因不當言論被人炒了 日本東京奧運即將開幕 但是前幾天奧運開閉幕式導演 二年48歲的小林賢泰郎 卻被爆出失言醜聞 小林賢泰郎曾經是搞笑藝人團體Ramen成員 在1998年一次參加日本NHK教育頻道的喜劇表演中 他同搭檔將納粹大屠殺當作搞笑的題材 並做出不當的言論引發巨大風波 美國猶太人權組織Simon Wiesenther Center 日前發表抗議 於是東京奧運會緊急滅火 在7月22日宣布正式解僱小林賢泰郎 日本政府為奧運期間減少疫情發生 要求某些餐館酒吧在8點之後關門 為了表示不滿不少東京的市民 依然會在晚上找到開門的酒吧 在室外和朋友把酒言歡 有不滿意的見解 但他們沒有在乎喝酒 對於說到大陸下 我都不滿意的 我都不滿意的 同時說到大陸上 報導這個月中共由國家戰略石油儲備當中釋放了幾千萬桶石油 自今年年初以來北京加大力度企圖控制通貨膨脹 根據彭博社7月22日報導 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將會向主要煉油廠供應約300萬噸 即是2,200萬桶的石油 這是中共為了控制中共病毒疫情之後 經濟復甦的成本飆升而採取的最新措施 當今國際油價的主要基準 世界上三分之二的石油交易價格的參考 布倫特原油在之前的幾個星期內 最高達到每桶75美元 這是2018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倫敦資訊公司Energy Experts 由市分析師Emritazan和Yutao Liu 在7月21日的一份說明書寫出 對於那些獲得石油供應的主要煉油廠 中共這舉動將會幫助它們避免出現原油短缺 21日負責非石油商品庫存的部門表示 與之前的標售相比 將會增加多達80%的基本金屬銷售量 這表明北京仍然在努力阻止價格反彈 中共央行日前透露將會在上海 適行人民幣可自由兌換政策 但業內人士並不看好 有評論認為這個政策不會實現 都有觀點認為這個是謀論的 中共央行研究局局長王遜7月20日表示 支持上海在人民幣可自由使用方面先行先試 在符合反洗錢、反恐怖融資、反逃稅和剪業三原則的要求下 探索臨港芯片區內、資本自由流入、流出和自由脫換 對此評論人士文小曉江對大紀元表示 這個措施是不會實現 或者即使短時間可行也不會長久 因為這個與中共當局的外匯管制政策有關 中共一直害怕外匯外流限制民眾換匯 一旦這個窗口開了大陸的外匯會通過這個窗口流出 另外自由亞洲電台引用 旅美經濟學者鄭玉光的觀點說 在人民幣國際化這個過程中 人民幣好像美元一樣可以自由脫換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而這個對北京當局強調的金融安全是一個較大的風險 這是一個背論 謝謝大家大力的支持 更需要大家訂閱我們的Patreon 我是Zach 下次再和大家見面